結束為期六天的柬埔寨關懷之旅 一人隨堂正圓唱今天現身世界展望會 分享和當地兒童的互動回憶 談起最深刻的記憶隨堂說 因為這次我學到的就是 在我們去看這一些 跟我們不同世界的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要帶著就有的價值觀 看事情的角度去看他們 因為很多我們覺得可憐的 他們不覺得他們可憐 我們覺得快樂的事情 在他們來說不見得快樂 真的是這個樣子 像比方說剛剛有一個 就是強輪青蛙王子他們家 他們的晚餐可能就是兩隻小小的青蛙 這麼小的青蛙一家人吃 然後他們媽媽在煮的時候 旁邊其實很多聲音就說 晚上吃這個好可憐喔 可是他們臉上真的不會讓你看到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吃青蛙很可憐的那種感覺 他們吃得非常津津有味 而且他們感覺到讓我感覺到 其實他們是很滿足的 鄭源創則坦言 因為當地孩子 讓他更明白當一個演員的意義 我手上拿了這張照片 這個家庭帶給我的改變跟轉變 非常的震撼 那個力量很大很大 我反而是更重新的認識了自己 作為演員的一個定義 怎麼說呢 剛剛這些兒童社團 他們有不定期的去舉辦了一些 很多主題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有一天他們在舉行了一個 有關家暴的一個 反家暴跟暴力的這種話劇表演 然後因為其中這個家庭 這個小女生呢 因為他們以前家境很貧窮 所以爸爸有酗酒的問題都會打他們 這個小女生她就是演那種被施虐的婦女 她爸爸就在旁邊看 看到了以後就在那邊落下了眼淚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表演者 然後透過表演的形式 去讓你的觀眾投射跟反射到 他們自己的生活 然後進而的去改變他們的生活 讓他們生活更好 這讓我覺得身為演員 是一件非常神聖的工作 談起最有趣的回憶 兩人一起分享了指導走秀的過程 讓全場哈哈大笑 我們走秀我們都比較酷嘛 對 那有個比賽的時候 比較沒有什麼特別表情 但他們也不適合 為什麼呀 很可愛 搞不好搞不好 好可愛 叫人家的表情 沒什麼話叫 很可愛很可愛 這趟柬埔寨關懷之旅 讓隨堂和鄭元唱 都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 也有了許多啟發 在兒童中心的這些小孩子 你就會看到 他們那麼想要去當一個模特兒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實現這個夢想 這可能是永遠真的沒有辦法 他們接觸到的一個職業 因為他們真的個兒太小了 所以 但他們還是很享受 很快樂 在做這件事的當下 他們是非常那麼享受在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 我曾經 是不是真的有忘記自己的初衷 忘記自己原來當初喜歡的 也不過就是在舞台上面 展示著那種衣服的快樂 就是要知足啦 我也透過他們的故事 反射到我自己的演員的 這個工作的現況 我覺得收穫非常非常的大 也謝謝他們 台灣情報記者陳昭瑜 胡詠晴 李觀彥 採訪報導 這個工作很快樂 製作詞 製作詞